我们谈谈银行股 十年期债升 不是说昨晚 前晚其实就升穿1.6厘 其实昨晚就继续做好 见到息抄阔阔之下 其实昨天的银行股就做好 譬如汇控和渣打都升2% 昨晚ADR汇控就再升 就逼近50元的水平 你觉得银行股这个板块 在今年的第一季 是否都值得持有 或者portfolio里面都应该有呢 其实银行股应该都要差点 因为始终现在大的主题 就是炒收水 炒那个Yield是向上 那么银行股就算 不是说完全跟得足 但是怎么都会升下 当现在整个港股 很多板块都是面对一些监管政策 面对业绩可能有个恶化 或者之前的股值已经炒得太高上来 现在开始是要换马 反而就是银行股 就成为这一些 其他板块做得不定之下 那些资金就拍进去的对象来的 因为他们本身的股值仍然都还不算高 而来就始终在一个加息周期底下 银行股就怎样都会受惠 但是要小心就是因为本身 就是说汇丰和渣打 他们的业务分布 特别是汇丰 现在都还是很靠亚洲 亚台区 所以说美国方面加息 或者美国收取 美国的要升 就不等于香港这边的利率即时会跟 因为以往的经验就是说 通常真的要去到美国加息之后 短年期那些 亚台区或者短期那些香港的拆息 才会跟着慢慢升 但是你说真的由现在去到夏年 正式加息 都还可能说到接近是大半年的时间 就是我预计可能夏年第三季加 就是今年第三季加 都预计了可能还有大半年时间 所以你说亚台区在短时间里面 会不会即时有个很急的飙升 令到银行股可能短期业绩会反映到 就未必 因为纯粹美国的要是升 其实对于汇丰本地的业务 没有什么特别的帮助 坦白说你说它持有些美国的国债 是不是特别多呢 又不算是 反而你说香港一些按揭的贷款 一些工商业的贷款 一定是比较多 而这些贷款的定价是跟着海波 就不是跟着美国的长期债息 所以你未来是不是汇丰或者这些银行股 会保持着金岛升 就看回香港的利率表现 还有香港本身 比如说近期 楼市也有一些回调 成交量都没有急 没有去年的上半年是这么厉害了 都有机会令到汇丰那些贷款的增长 可能会放慢了 是的 1,2,2 1,2,3ا 5,2,3,3 2,3,5,3,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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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v3,3,2,4 7,4,6,6,5,5,5,6,5,5,6,5,5,6,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